美丽的依瑞娜是个战机女 每当夜幕降临 她就会和很多穿着暴露的女人一样在街上搭览生意 牛头粉面的男人只有在夜里会用一点钱满足自己的欲望 常常吃不饱饭的依瑞娜没有选择客人的权利 谈好价钱后她会带客人到附近最便宜的旅馆 服务完毕后她会得到50欧的酬劳 依瑞娜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 可突然家乡爆发了战争 当她赶回家时父母已经被害 她还被士兵按在桌上人间 之后她一路辗转来到柏林 然而从乡村出来没有身份的依瑞娜无法谋生 不得已她才做起了战机女 这天依瑞娜遇到了一个流浪汉 她金色的长发戴着顶帽子 一个大背包就是她所有的家当 她身上布满钉子 俨然一副叛逆男孩的模样 两人因为她的狗狗结缘 像往常一样天色亮起来时 依瑞娜到旅馆休息 她摘掉假发书洗干净 吃了点东西后在床上睡去 迷迷糊糊她听到电视里播放起她家乡的战事 她又想到了那些痛苦的回忆 依瑞娜坐在马桶上把尖锐的钉子扎入大腿 她时常用这样的方式缓解内心的伤痛 好一阵她才缓过来 这天依瑞娜差点被汽车撞到 司机连忙下来看她有没有受伤 依瑞娜不想惹是连忙说没有 男人给她一张名片说如果有问题随时联系她 依瑞娜接过名片 原来对方是名律师 隔天依瑞娜路过流浪汉藏呆的街角扔给她一个袋子 是一条红色的宝毯 男人开心极了 晚上她追上依瑞娜说你也不能动着 但依瑞娜却说她身上有味道 建议她洗个澡 她跟着依瑞娜来到旅馆 洗澡后她俨然成为一个帅气的男孩 当她要离开时 依瑞娜问你能去哪呢 无家可归的男孩还是留了下来 他们合一度过了长夜 第二天流浪汉推着依瑞娜挡球签 依瑞娜带着流浪汉的羽毛面具像孩子一样开心 这时路过的警察看到他们 她警告狗不能进儿童乐园 让他们赶紧出去 没有身份的依瑞娜连忙跑出来 她唯一担心的是自己会被遣送回国 晚上流浪汉带着狗狗偷偷从依瑞娜身后溜入房间 流浪汉说奶奶过世后 她就什么亲人都没有了 依瑞娜并不想提自己的痛苦经历 她得知流浪汉叫卡雷 这天卡雷送给依瑞娜一只扎了蝴蝶结的手机 她说是捡到的 这时狗狗来找主人 谁知却被飞驰的汽车撞死 他们挖了个大坑 买了死去的狗狗 两人还一起为狗狗做了祷告 依瑞娜紧紧紧地拥抱着崩溃大哭的卡雷安慰她 他们一起来到服装店 卡雷穿着新衬衣很帅 依瑞娜拨开她的长发说 你说过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卡雷生气地脱下了衬衣 拿起自己的皮衣后独自离开 她以为依瑞娜会来追她 然而却并没有 当她马上返回来找对方时 却不知道她去哪了 终于卡雷在最后一间找到了依瑞娜 依瑞娜找到一个便宜的房子租了下来 她去家居市场精心挑选了家具 一个最便宜的床和一条红色玫瑰花样的地毯 她向卡雷介绍起厨房 还有客厅间卧室 卡雷被深深感动 从小就是孤儿的卡雷奶奶去世后就没有了亲人 就连一直陪伴她的黑狗也离她而去 依瑞娜像天使般降临在卡雷的生活里 原本一无所有的两人拥有了最苦又最甜的爱情 可突然依瑞娜又想起那些痛苦的回忆 她起身拿起了图钉 一颗颗慢慢地插入自己的大腿 周瑜清晰的痛感让她心里好受一些 依瑞娜打开门后和卡雷拥抱在一起 她担心卡雷会离她而去 每天他们都吃最便宜的切片面包 涂层蜂蜜就是美味的秘诀 卡雷摘下了纯丁和耳丁 她突然想变成普通人的样子 在依瑞娜的鼓励下 卡雷每日送起报纸赚取家用 依瑞娜也不再去酒店 而是带客人来出租屋 习惯乞讨的卡雷不想每天那么累 没几天她就又开始固态重犯乞讨起来 依瑞娜则生气地扔掉了 她从街上摘回来的一斤香 卡雷气急败坏地说 我知道你要让我滚 我就是这么没出息 依瑞娜却堵住她的嘴说 我永远都不会赶你走 她温暖的热闻打动了卡雷 卡雷禁不住羞愧地低下了头 卡雷的生日到了 依瑞娜打算做只烤鸡给她庆生 可卡雷却讨厌肉的味道 依瑞娜生气地把鸡扔出窗外 清晨依瑞娜叫醒卡雷吹灭了生日蜡烛 两人来到小河边给她庆生 依瑞娜发现卡雷剪掉了朋克长发 依瑞娜送给卡雷一条自己亲手绣的手帕 上面是鞦韆的图样 卡雷也习惯了每天的送报工作 她想送依瑞娜一个神秘的礼物 那就是她一直想买的缝纫机 她好不容易和老板谈好了每周二十欧的分期付款 这天经常照顾依瑞娜生意的一个肥胖的熟客 突然没有了呼吸 依瑞娜看着她瞪大的双眼不知所措 她走在大街上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卡雷回家发现了胖子的尸体 可依瑞娜却不见踪影 她想起依瑞娜总是说恨不得杀了那些男人 卡雷以为是依瑞娜动手杀了她 她使尽全身力气把胖子拖到卫生间 她拖掉外套和裤子 拿起电锯把她一点点分割 忙活了一个下午才全部处理完 她把尸块用垃圾袋打包好 放上了她的送抱小车 在郊外她挖了一个深坑把尸体埋了进去 当依瑞娜回家时却看到胖子的尸体没有了 她打开卫生间看到满地的狼藉和电锯 她害怕地哭起来 她知道是卡雷做的 可邻居家的小女孩回家时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她直接报警了 警察带走了依瑞娜 卡雷说这是我做的 依瑞娜冲她摇摇头 她不想卡雷卷进来 可警察同样也带走了卡雷 无依无靠的依瑞娜想起了名片上的那个律师 她联系律师后对方很快就赶来警局 她说胖子之前就已经没了呼吸死了 男友都是为了她才这么做的 律师问卡雷究竟怎么回事 卡雷却说你去帮依瑞娜 没有她我活不成 律师说出实情 依瑞娜告诉律师 胖子是突发心脏病并不是男友杀的 律师说你只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我才能帮到你或者她 卡雷才知道胖子并不是依瑞娜杀掉的 原来自己做的是并没有任何意义 她带警察来到藏尸地点 除了胖子的尸体外还有她的狗狗 尸检证明死者确实死于心脏病 可检察官依然要起诉卡雷 因为她有抛尸罪 她把尸体当作猪肉来分割 律师说你应该探究她的作案动机 她是为了女友才这么做的 她把那么大的块头分割 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她不吃肉还怕血 她做这些全都是为了救她的女友 律师问检察官难道你不觉得很感人吗 检察官说换做我可不会这么做 我只为我的初恋偷过小熊软糖 律师却遗憾地说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甚至为女友在公园偷吃花都没有 晚上律师给妻子讲了这件事 妻子非常感动 她问你会为我做这样的事吗 律师问那你会为我做吗 检察官认真的思考了这件事 她似乎开始理解两个底层男女的爱情 终于检察官决定起案不再起诉 但她提醒律师女的没有身份 会被遣送出德国 律师说男的是德国人 他们只要一结婚 女的身份就合法了 卡雷和依瑞娜终于被无罪释放 两人在看守所门口重获新生 依瑞娜抚摸着卡雷 两人知道彼此都为对方做了什么 卡雷美丽的眼睛疼惜地注视着依瑞娜 依瑞娜泪水夺眶而出 他们在好心律师的帮助下 度过了人生最大的磨难 律师看到了街道上的红色玉金香 他偷偷摘下了几朵带回了家 他终于为妻子做了这种疯狂的小事 卡雷和依瑞娜重回到他们爱的小屋 他们握着彼此的双手 感谢共同度过这样的灾难 此时2012年德国电影《最爱你》剧中 本片导演陶利斯多利 是德国著名的当代女导演 《最爱你》这部电影改编自 德国短片小说及《最行》中的一篇幸运 电影讲述了两个在社会边缘的 年轻人的爱情故事 女孩被战争夺去了亲人和家庭 来到柏林成为战阶女 男孩和一条狗相依为命 同是天涯沦落人 悲伤的过往和无尽的孤独 让两人走到一起用爱来取暖 在两人的关系中女孩表现得更为成熟 在开始时也给予得更多 对于男孩而言 女孩的出现像天使一样 使男孩得到了救赎 男孩变得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有责任感 直到在战胜自己的惰性和坏脾气之后 会想到分期付款买一台电动缝纫机给女孩做礼物 逐渐从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 在付出的过程中 女孩也得到了救赎 她走出了之前那些不堪的记忆 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希望 然而正当一切看似进入正轨的时候 情节戏剧性的发生了逆转 女孩的一个客人突发意外 男孩误以为胖子是女孩害死的 她在爱情的力量下战胜了恐惧 把胖子分尸埋在狗旁边 在接下来被警察发现并分头审讯的过程中 两人同律师说的唯一一个请求 既然不谋而合地把所有责任自己揽下 恳请律师去帮助对方 不用管自己 这样的爱情牺牲自己去呈全对方时在感人 在律师的帮助下 两人被无罪释放 爱情的本质是付出而不是索取 在付出的过程中 我们会体会到爱的幸福 当一个男人奋不顾身地为你做出 超越道德伦理律法条例的一切 那么他一定爱你入骨 大概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底线 又或许也只是大多数人从来不曾真正爱过 哪怕是偷摘一朵花圃里美丽的郁金香给对方 一部好的电影不需要多少语言 就像爱情中也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一样 感谢德国女导演陶利斯多利 带给我们如此感人的一部电影 之后七天还会继续解读她的其他精彩电影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待你解读不一样的爱 好片不一样的爱情